欢迎光临 文静 展位都不置好了 你怎么不过来 薇薇说了 一会儿来几个重要的 贵宾客户 让我在这里帮忙招待一下 那你招待我先去忙了 好 欢迎光临 这层通道也没有 天洞那么大 还不让咱们这里有点歇着 李兵琪 先生 你门票呢 什么票啊 我们这边有规定的 这边卖酒这小姑娘吗 您是上次买我红酒的叶先生 你都认识 走 对不起啊 叶先生 这个是规定 你们必须要出示邀请函 才能进去的 这是不是徐薇办的活动 是 那不就完了吗 我们都是朋友 走走走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没有邀请函就不能进的 你不认识他是谁啊 他的脸就是邀请函 先生 您跟我说没用 我们不看他的脸 我们要看的就是邀请函 这 你知道这个活动谁投的吗 投资 谁投的 你看你谁 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又拦着 走走走 赶紧来 走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们不能 不能这样用场了 你怎么这么死脑筋 这是规定 怎么了 文静 这两位先生没有邀请函 一定要闯进去 对不起 我不能让你们进去 我们需要邀请函吗 不需要 里面请 这 你 干什么呀 文静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谁 但 但他没有邀请函啊 他是叶辉 这个活动就是他投的 算了算了 都进去了 干嘛那么死脑筋啊 反正没有邀请函就是不能进的 喂 花花 我已经到了 好了 你们在哪儿呢 好 我过来了 红酒免费品 美女 品尝一下我们的红酒吧 味道非常好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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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你好 美女 品尝一下红酒吧 第二瓶半价 顾卖可以尝一下的 四星岳的卖酒小妹 酒卖得怎么样 这些酒全没卖出去呢 那看来你们这第二瓶半价的策略 也没什么用啊 先生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的话 你可以说出来 我有一个小小的策略 只要你陪我喝完这一杯 我就再买二小的 如果你想喝酒的话 先生 我可以陪你喝 对不起 这位先生 我们现在是上班时间 不允许喝酒 叶辉 叶辉 你也有被拒绝的时候啊 上班时间不行是不是 那就下班 下班我请你喝 先生 如果你不买酒的话 麻烦请你离开 好吗 我问的是人家 我没有问你 不想喝酒 没关系 我请你吃晚饭 地点你挑 只要你答应 你所有酒我全包 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 花花 把酒都装起来 这位先生 您车在哪儿 我们现在就给您送酒 来 咱俩走一个 好 慢走啊 来 这车一个 来 我给你倒一遍 我给你倒一遍 别说啊 这么个地方我还是真第一次来啊 还真挺别致的 车库里开烧烤我还第一次见啊 平常的老百姓都来这里吃烧烤啊 怪不得 刚刚带你去红房你不留意呢 在这里吃饭踏实吧 叶总 非常感谢您今天在我这儿订了那么多久 我也答应跟您吃这顿饭 只不过现在时间真的不早 你赶紧点吧 点一些你喜欢吃的 吃完之后我们就各自回家 明天我还得上班呢 来 来 来 有个性 这么着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 你呢 就看着点 反正啊 今天我也跟你说了 我请客 那我就点我喜欢吃的 老何 老司牙 好嘞 马上啊 你这 跟这老板关系挺好啊 老司牙 看来你这是常客啊 偶尔吧 偶尔会跟我朋友一起在这儿吃烧烤 行 今天咱也在这儿吃了 那以后我就是你朋友了 这点咱去点 你想喝点什么 在这儿 咱就别喝红酒了 老何 来香啤酒 好嘞 不 两香 好 两香 马上就倒啊 谢谢 哎 好 这一道 你怎么能喝的啊 你怎么能喝的 今天不管你想要喝多少 我都陪你 不过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求您快点喝 好样的 够实在 今天你点多少我喝多少 哎 我特别好心 你是不是不光卖红酒 你还卖啤酒呢 我不卖啤酒 只卖红酒 我还有一家网店 如果你就喜欢买红酒的话 那我把网址给你 你随时都可以下单 好样的 卖酒小门 来来来 老四样 是谁 好 快吃吧 来 吃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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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不卖红酒的话 你还想干什么别的呀 我什么都不想干 我什么都不想干 我想考大学 你还没上大学呢 吃点什么学历 初中 初中就想考大学 你至少还跨过了高中三年呢 你要说在本地高考这三年 这可不简单啊我跟你说 高考需要学呢 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简单 初中的知识跟高中的认识 完全不一样 高中那就是智德飞跃 初中那点东西吧 我告诉你 我随随便便就能教你 但是高中呢 现在我回忆都回忆不起来 你直接从初中跨过大学 你真是天方夜谭 老婆 我帮你 来来来 我来 来嘞 我来 来来来 谢谢老婆 没事 没事 别客气啊 不是你的酒吗 干嘛 你要给我烧香是吧 三根 你不是说吗 啤酒对你来说小意思 我都记下来了 那我喝一个 你喝三个 有性格 你买他的廉价红酒 还请他吃饭 他居然就把你扔在路边 不管你 你呀 这酒买了个真不值 但是这姑娘 我真挺有意思的 又多冷脑 阿泰 你会网购吗 会啊 你当都跟你似的 所有事情都得别人给你打理好了 不是 那改天你给我买了工厂 想事 现在怎么说 去我的厂再喝一轮 哎 安心把我送回家吧 别 这才十一点呢 明天上午咱们还得开会 我告诉你 您气话也别喝太晚了 你要迟到我跟你急 得得得 但我没输 怎么了 花花 刘文静 你快出来 你干吗呀 我们的淘宝订单 夜之间八个 八个 你快来看 多少钱买上交过年了你知道吗 挨家安护这些都需要酒 而且他们走进房秀 也需要买酒了 好开心 我们就要赚钱了 刘文静 花花 花花 这人订了多少 来 快过年了 快点还上班呢 怎么办呀 物流都已经放假了呀 要不这样 你看看能不能 能不能年后再发货 你说 我看了一下 这些订单都是在上海的 我们可以陆续送啊 但就我们两个人 够不不送啊 刘文静我跟你说 照这样下去 我们的淘宝店会越来越忙 而且是你复习的紧要关头 我们得找个人帮忙 你身边有没有什么朋友 他又懂红酒 又愿意吃苦 而且还可以来帮忙的 我倒是能跟你一起去送货 只不过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咱们确实得找一个人过来帮忙 对啊 那我好好想想 你也想想 找谁 废话 花花 你记不记得 我之前有个同事叫阿丽 阿丽 就是以前你昏倒送你去院那个 你好 你们订的红酒到了 放哪里 跟我来吧 送路人 有情试图强行着陆 沉透到这座城 容纳了巨外人同类人 梦想在心中翻滚 追离开那一道门的狗 您好 您是您好 这是您订的红酒 你一人与众不同 我一人拒绝顺踪 哪有怎样不同又相同 你一人与众不同 我一人拒绝顺踪 哪有怎样 多少钱啊 多少钱 我看看 三十 喂 门卖红酒啊 泰鱼好远 什么 五百瓶 那您 王总 这会是妹妹最久啊 七十 好 还有五十瓶是吧 喂 好好好 这单要三十瓶了 三十瓶